中国大陆的抖音去年突破10亿用户 在台湾也是许多高中以下学生最爱用的APP之一 但是抖音的影片内容对于国小学童来说可能有不良的影响 彰化有一名国小老师就列出了六点观察 包括抖音音乐一下就像是集体洗脑一样 全班的学生几乎会跟着唱 还有限制级影片没有分级 甚至不让学生看手机就生气翻脸等阶段症状 导致偏颇的价值观 就是这首中国老总配乐节奏加上简单又趣味的歌词 瞬间变成传唱度超高的爆红神曲 魔性旋律当然得配上动作跳起来 中国大陆抖音APP不管影片歌曲 早就在高中以下学生风靡好一阵子刮起一股洗脑旋风 就网友自创顺口料抖音一响父母白养 来嘲讽抖音对学生的毒害 而这样的风潮看在老师和家长眼里更是忧心忡忡 章话一名国小老师以自带的小六班级列出六点观察 像是抖音音乐一下一呼百应全班几乎跟着唱 简直像是被集体洗脑 还有人开始写简体字造成跟繁体字混淆 再来网路交友问题限制及影片都能看得到 甚至不给看手机就生气翻脸 快速洗完功课只为了看手机等等戒断症状 导致价值观严重偏颇 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因为有时候他们一些玩闹的梗 不注意的话 其实也是会伤害到别人的 其实不是抖音 其他像是YouTube 网路小说 影集等等可怕的集体成瘾现象 大人小孩无一信念 呼吁家长要多加关注孩子上网 都在看什么听什么 以免小孩被手机控制 大人又被小孩牵着走 接着到我们的张话 差不多 好